接下来咱们说一位快递龙袍的事儿 这个绝对不是开玩笑 这位快递的是真的龙袍 神奇了 奇妙了 最近在浙江杭州萧山机场海关 处置了两起伪报瞒报游地舰的事件 在进境商业快舰当中查获了 清代龙袍和明代同佛各余舰 这个是走私 就是多奎勒我们的海关检查人员的细心检查 当天现场的海关的官员 这个人员在对两批商业快舰进行核检的时候 发现申报价值仅为381元和169元的快舰 在过安检机X光机的时候图像异常 进境商业快舰申报信息显示是这样的 这两件入关的物品分别登记为 棉质刺绣女装上衣和铜摆件 但是从这个显示来看 这两件物品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随即相关人员对这两件物品开箱检查 这开箱不得咬了 居然发现这两件物品都属于文物 一件是龙袍一件是铜佛像 根本与实际申报的是不符的 后来经过专业机构鉴定 这两件文物分别是属于清代和明代 其中龙袍估价是在15万元 明代佛像的估价是3万元 目前这两起事件正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 走私文物 尾报瞒报 还要鱼目混入 绝不能给这些人机会 还刺绣女装 这是蒙混过关啊 你知道后果真的很严重 好 感谢观看